许念念当时修得没脸说话 直接把她轰出去了 结果这货就一直在门外不停地叫她 她喜欢禁狱吗 必然是喜欢的 不然也不可能跟她亲到一块去 只是就像她说的 感情没那么深 给她煮了粥 心情颇好的往厨房走去 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口大锅 许念念走过去看了一眼 满满的一锅百米粥 起码十个人的分量 简直让许念念大开眼界 她喂猪呢 煮那么多 吐槽归吐槽 许念念还是乐颠颠地 咬了一大碗白粥到碗里 肚子太饿 她都没心情做凉拌菜 直接在粥里放了两勺白糖 就着就喝了 等她喝完粥 徐志强和陈小柔 才从店铺里回来 许念念刚把碗放到水槽里 就听见陈小柔的声音 志强 你小心一点 别被她抓到 声音里透着一丝担忧 许念念正纳闷 她口中的她是谁 就听到一声小奶狗的叫声 这小奶狗的叫声还挺凶 不过是那种小狗狗的奶凶 一点都不像成年狗的叫声 嗯 没事 她不咬我 你小心点才是 刚刚差点被她抓伤了吧 我没事 陈小柔 陈小柔腼腆地说道 许念念在厨房里 没看到人 光是听声音的话 突然感觉 陈小柔和许志强说话的时候 声音好像比平时更加腼腆 温声细雨 怕吓着人似的 去念念鬼使神差的猫着腰 从厨房里探出半个头 瞇着眼偷窥外面的两人 正巧许志强抱回来的那只傻狗 一下撒花地挣扎到地上去 许志强和陈小柔同时去抓 偶像剧般的发展 两个人撞脑袋了 许志强忙把陈小柔扶起来 关心地问 你怎么样了 陈小柔目光羞涩地望着许志强 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没事 许念念看得专注 正在期待后续呢 那傻狗奔着许念念跑过来 嗷嗷一声咬住她的裙子 摇头摆尾地往后拽 仿佛在向主人摇起呐喊邀功 看呐 主人 我抓到了一个偷窥狂魔 许念念嘴角抽搐地 看着脚底下撒花的黑狗 许志强和陈小柔也终于看到了许念念 姐 你怎么回来了 许志强诧异地站起来 见到地上的小黑狗还在拽许念念的裙子 赶紧走过去把她抱住 拍了拍她的脑袋 松口 小狗叫了两声 乖乖地放开了许念念的裙子 陈小柔脸色胀红地走过来 小老板 你怎么回来了 许念念好笑 都说了别叫我小老板 前几天还叫念念呢 今天咋又变成小老板了 刚回来没多久 你们还没吃饭吧 厨房里煮了粥 自己去打 陈小柔脸色还是红红的 听了许念念的话 急忙冲进厨房里 许志强愣了一下 他很饿吗 许念念看着一脸诧异的弟弟 突然觉得禁欲情商挺高 这儿还有个更迟钝的呢 不过 陈小柔心思隐藏得好 要不是今天偷窥了一下 他还没发现 陈小柔对他这个弟弟 有那方面的意思呢 不过 许念念也没八卦到 伸手去管弟弟感情的事 能不能看透 就看他自己的发展了 看着他怀里抱着的长毛黑狗 许念念好笑地问 哪儿捡的呀 脑袋还挺大 见许念念感兴趣 徐志强抱着小狗 举到许念念面前 回来的大桥下捡到的 我看他一直跟着我 觉得他挺可怜 就把他带回来了 姐 我能养他吗 徐志强问的时候 心里挺忐忑的 这是他第一次 对许念念提要求 可以啊 让家里热闹热闹 不过 不能带到店里面去 这样啊 听到不能带狗狗去店里 徐志强有些难过 却没多说什么 他知道 他姐的店铺 是做饭吃的 不能带狗狗进去 徐志强想起之前 许念念回家时 说要在家里待几天 可他昨天刚去 今天就回来了 不由关心地问他 怎么会突然提前回来 家里的事情 许念念觉得 自己的弟弟 也有知情权 于是 就把家里的情况 跟他说了一下